我20多岁开始失眠 至今已33年 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持续吃了5年 睡眠对一般人来说是轻松愉快的事 但对长期失眠的我而言 却是一种压力与梦魇 我因长期疲惫 体力不济 经朋友介绍到原始点来参加课程 照着原始点的方法 第一 每天去爬山运动 下雨时就爬楼梯 第一次爬山喘到不行 膝盖又不好 真的有点想打退堂鼓 但因为想改变 所以坚持下来 第二 吃温热食物 煮菜加辣或花椒 胡椒粉等煮到入味 既含两个食物 如甜的 酸的 水果 海产类等 刚开始很不习惯 但调整适应后 觉得这也没有这么难 第三 把每天要喝的水完全改成姜汤 在每晚睡觉前 把第二天要喝的姜汤 一比例三比一煮好 例如4500cc的水 煮到剩1500cc 用电药壶装定时器 插电即可省时不费力 第四 失眠是头部的问题 每天按推耳后和睁骨 然后温敷24小时 晚上睡时躺温敷垫 调自己觉得舒适的温度即可 第五 心情尽量放轻松 因为身体承轻着压力或情绪 病就出来 之前听到失眠案例 不吃安眠药一星期后 能开始入睡 当时自己心里有点怀疑 想说如果我没吃安眠药 十天后可以入睡的话 就很感恩了 结果出乎预期 我第四天就能开始入睡 以不知睡眠滋味的我 竟然能入睡了 目前能睡 二至六个小时 真的非常的开心 身体有状况的朋友们 只要你愿意照着原始点的正确方法 如实去做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 如果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打折的去做 就显现不出好的效果 方法再怎么好 你物如实的去做也是枉然 我可以做到 你们也可以做到 大家加油 也谢谢综合推广处的原始点老师们 及义工们